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的又在股市之尊的節目中 跟各位見面的WASHI之尊 台北股市在昨天大跌211點的時候 一根長黑灌下來 市場上的一個空方氣焰 非常非常的一個高張 但是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帶給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一個截然不同的分析基礎 昨天是7月27號 7月27號一根長黑灌下來 但是阿豪在節目裡面 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報告 我對加權指數的一個看法 來 重點一共有三個 我們今天再做一個仔細的回顧 重點阿豪特別用紅色的字體 把它標示出來 第一個指數它已經編臨了前波 波段的一個起漲點8512點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 第二個重點是西波 多對等的跌點它已經完整的反應了 第二個 第三個是短線的跌幅 以升的當下 各位就是這三個重點 阿豪推論出來 反轉訊號隨時浮現 你要做的動作是 逢低買進會有利可圖 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全圖 昨天一根長黑灌下來 確實氣氛很恐慌 而且市場上空方的一個氣焰非常的高張 但是阿豪告訴各位三個重點 第一個指數它是不是已經一根長黑殺下來 已經編臨了前波的一個起漲點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西波的一個跌點已經完整的反應了 第一波A波是不是下殺了844點 反彈之後第二波 是不是下殺了947點 好 那第三個重點是 各位從上個禮拜一到昨天為止 六個假日已經大跌 將近600點了 是不是在短線的跌幅 以升的當下 那只推論出一個重點 反轉的訊號隨時會浮現 所以要做什麼動作 逢低買進會有利可圖 各位 今天一根小小的紅K棒出現了 或許它真的是微不足道 但是在今天阿豪要送給各位三個字 破底翻 它就是要做一個破底翻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看到這一里的時候 不禁會浮出一個想法說 阿豪老師你是死多頭嗎 為什麼人家在看空的時候 你在這時間點 你竟然送給我們破底翻 各位 阿豪要在這裡跟各位溝通一個觀念 如果說阿豪從9124點 他在相對的一個高點的時候 我就一路叫各位 你就是勇敢的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等到他已經拉了600點下來之後 我還是告訴各位 你逢低買進會有利可圖的話 我相信這個絕對是不及格的分析 市場上沒有一個投資人 有辦法去承受 這種一路買下來買下來買下來 當然有一天會讓你買到最低點 可是我們每一個投資人 口袋是有限的 所以阿豪有辦法在下跌600點之後 告訴各位 逢低買進會有利可圖 想必我在高檔 在相對的高檔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高出的一個動作 這就是市場上贏家他採取的唯一策鏈 低買你要先高賣嘛 那阿豪有沒有在相對的高點 提醒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在相對高點你要做一個高出的動作 7月17號 7月17號當天阿豪老師 提醒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來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暗示下週的一個盤勢 將擴大波動幅度 所以操作要在僅限9124到8861 做什麼高出低進的選項 各位9124要做什麼高出 所以如果在9124 就是當他來到的時候 在7月20號當天最高點 來到9124點的時候 他是不是已經符合我們的預期了 那你有在9124點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高出的動作的時候 特別還在7月20號當天 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小心一個回馬槍已經要來了 結果各位 從9124點這一段回了多少點 6個交易日將近600點 你唯有在高檔 你確實有做一個高出的一個動作 當他已經下跌600點之後 才有資格在這地方 再次的提醒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在這地方你要逢低買進 會有利可塗碼 各位 這個是一個資格認定的問題 你有辦法去抓到 真正的一個轉折點的時候 你才真的有辦法把你的分析 帶給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讓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在這種最恐慌的氣氛裡面 去做出正確的動作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今天 看到阿豪老師的節目 會想著 喔 阿豪老師 那在這地方 你提出了三個理由 確實滿足之下 確實會有一段反彈的一個行情 那逢低買進會有利可圖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反彈行情 幫自己的一個操作 想要的一個絕對報酬 把他推展到一個極致呢 各位 那就是阿豪要跟各位 去提出報告的金字塔操作模式 我相信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 在過去的節目裡面 阿豪曾經有一次 非常詳細的 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去做一個報告 那在這一個時間點 當他來到了一個相對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支撐點的時候 你如果相信他確實會做一個 波段的一個反彈的時候 各位 那金字塔的操作模式 就是你現在必須要採取的一個動作 金字塔操作模式 它的重點是在設定金字塔的一個底端 並且在底端開始去做一個 一路買進的一個加碼的動作 各位 我們再複習一次 再複習一次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或許有一點印象 但是也搞不太清楚 我們再把它具體化 再做一次說明 來 各位我們先看到字體說明的部分 金字塔操作策略 必須要先設定一個底部 比如說像前一波的一個起漲 就是在8750點 以5比3比1的一個買進持有策略 5比3比1是你的資金部位 你的一個買進的一個比例 買進持有的策略來向上操作 待行情至高點向下跌破之後 再全數做一個出托 來 各位我們看一下圖 直接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各位 第一個 你必須要去設定你的一個起漲點 像前一波就是在8750點 以5比3比1的這個策略 一路的向上去做個加碼突破追進 當高點出現之後 你大概壓回50點的時候 你把這個地方所做的一個原始部位 包括加碼部位 全部做一個出現的動作 這個叫做金字塔的一個操作策略 各位 我在上一波的一個 反彈的一個行情裡面 我們實際有做了一個 金字塔的一個示範 我相信當時的一個印象 大家都還非常非常的一個深刻 因為各位 你真的抓到一個波段的一個反彈 點位的時候 你最快速的一個追求 絕對報酬的方式 就是採取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 來 我們再回顧一下 在7月14號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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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把一個 實際金字塔的一個操作範例 跟各位來做了一個說明 來 各位 重點是第一個 你在底部的時候 8750點的時候 要以5比3比1的一個比例 把它擺進去 各位 這短短只有3個交易日 短短只有3個交易日的時間 你如果採用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 來這地方做一個放大 3個交易日的時間 你可以從這市場上抓到多少的 絕對報酬 我相信這個大家的印象 都非常非常的深刻 但是呢 好在當時 在7月14號當時的時候 是不是還提醒我們 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各位 你不用擔心 你這個金字塔沒有跟上 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只是一個迷你金字塔 它只是一個小型的一個金字塔 讓你小差一點而已 你真正要把握的是接下來的這個大型的金字塔 各位 好在昨天7月27號的時候 是不是幫各位規劃出一個大型的金字塔 大型的金字塔昨天規劃是這個樣子 但是今天我們會有做一個稍微的變動 來稍微的變動在什麼地方 各位我們去做一個比對 各位這個是昨天27號 27號是在這個地方 那今天呢 阿浩老師把它做了一個稍微的一個調整 那這個是在昨天規劃的時候 今天市場上的一個反應 它目前是不是能攬在這個金字塔 底端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金字塔底端的一個部分 你要怎麼樣辭職的去做一個操作 各位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喔 你對大盤要解釋的 你對大盤的判讀要正確 正確完畢之後 你要擬定你的策略 金字塔策略 但是擬定策略完畢之後 最重要的是什麼 金字塔底端的那個出手點位 你要先擬定好嗎 所以阿浩在昨天的節目裡面 有沒有跟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做了一個報告 今天7月28號 7月28號的策略有兩個 第一個是買進 第二個也是買進 那現在已經收完盤了 我們把它公告 我們把它公佈答案 來各位 在昨天7月27號的節目裡面 阿浩就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做報告了 來7月28號的策略已經擬定好了 第一個是造盤 指數當它壓回到支撐點 8500點的時候要買進多單 第二個指數在低檔支撐 向上反彈突破短線的壓力 8530點的時候要買進多單 而且以第二項交易策略較為安全 這個是在7月27號在昨天 我們就幫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所做好的一個規劃 各位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壓回多少 8500點的時候要買進多單 各位 當你昨天 你有拿到了這一份規劃的時候 今天這種盤勢 你怎麼去做一個應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去做一個應對的 但是各位 你如果面對這種盤勢的時候 你不妨好好的檢視 接下來在今天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在開盤這五個小時之內 我們是怎麼樣帶領會員朋友 一步一步的把市場上的錢 把它抓到口袋裡面 來大家一起來做一個放大檢視 來各位 今天早上 今天是7月28號 早上的9點26分 早上的9點26分 來VIP 8月台指 我們掛價8500點到8502點 來買進一筆多單 我們開始去做一個佈局 這時候你或許會有點覺得奇怪 為什麼已經要到9點26分 才掛價買進8500點的一個多單嗎 各位 你注意看 其實你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看 你會看出來 在盤中 我是怎麼樣細心在帶領我們的會員朋友 來各位 今天是7月28號 今天開盤剛剛好 一開盤就是來到了8500點 可是來到了8500點之後 指數是不是在這地方做了一個非常上下 非常大幅度的一個震盪 先衝到8541點 可是又跌破8500點 最低點甚至灌到了8480點 但是各位 老師在什麼時候請會員朋友去掛單 在9點26分 在9點26分的時候 當他又拉回到平盤以上的時候 我請會員朋友 在8500點到8502點 這個地方我們掛單去做一個買進 我們就要開始去做一個冒險的動作了 那你說老師 那既然冒險的話 就表示他會有風險存在 那風險存在的話 你們在盤中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去克服掉這一個風險的呢 各位我們只有做一個動作 我們就做一個動作 把會員朋友的一個風險把它克服掉 做什麼動作 來在10點26分的時候 10點26分56秒的時候 8月台指8479一旦跌破 那盤勢將繼續向下存在 所以為了避免風險擴大 如果8479跌破的話 那我們就設一個停損點 各位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去做一個買進 是不是在8500點到8502點 一買進我們就是開始冒險了嘛 那冒險我們怎麼把它這個風險把它控制住 我們是不是設8479一旦跌破的話 那我們這一筆單就做一個退出的一個動作 好 那這一筆單做退出的一個動作之後 是不是先把風險設定好 我們可以接受的風險先設定好之後 好 那這一筆單 難道我們就呆呆著就看他 就看他 不知道怎麼去做一個發展嗎 各位你再仔細看 你去對照一下 你今天如果在盤中 你做對也好 做錯也好 你跟阿豪老師的一個動作 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好 那到了10點32分的時候 10點32分06秒 來 VIP今日8月台指8500點到8502點 買進的多單 可先設停利於8514點 各位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停損改停利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把停損改停利 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這一筆單你已經開始做對了 你已經回到了你的成本以上了 那你就可以把原先設的停損 把它變成停利了 我相信各位這個就是我們有時候在盤中 你操盤主要的一個技巧 你有時候看著一筆單 看著上去 看著他下來 又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賣掉 賣掉了之後又怕他繼續漲上去 那這時候怎麼辦 各位你注意看今天的TIK圖 來 今天是7月28號 是不是開盤 一開盤就開在8500點 好 各位畫了一條線 在8500點這地方畫了一條線過來 各位你仔細去看 今天他從開盤到他起漲這一段時間 他在8500點來回穿梭了幾次 1 2 3 4 5 6 一直到第7次 他在8500點這地方來來回回穿梭了 一共經過了7次的一個測試之後 他才開始去做一個起漲 那阿豪老師是帶會員朋友 在第三次 是不是在8500點 在這地方壓回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先設一個停損點 設定一個停損點之後 各位那市場符合我們的預期 指數是不是開始往上去做一個拉抬 那拉抬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這地方所做的一個停損點 把它改成是停利點了 好 各位這一波拉抬 他是不是從8500點 一路的往上拉抬到了8591點 整整拉抬了90點 那你在對的地方 你有確實去做動作 做對的動作 在8500點你去做一個買進的話 這90點是不是讓你隨意取用 好 各位我們再更細膩的去做一個討論 那這一筆單 老師難道就呆呆的就看著他 手拿個防守點850014點嗎 當然不是啊 你要去做一個動態的停利 什麼叫做動態的停利 來 各位你再仔細看下去 到了10點43分22秒的時候 指數是不是開始符合我們的預期 開始去做一個 往上去做一個拉抬了 拉抬到了8591點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通作 來 今日8月台指8500點到8502點 我們買進了多單 第一個 是不是先設停損 那停損完畢之後 我們是不是把停損改成停利了 好 那現在行情對我們又更有利了 那這時候要怎麼做 我們再把停利的點數再往上提升 把它停利點改到8556點 各位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壓迫性的防守 這個叫做壓迫性的防守 各位你就看著這一張字卡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假設你有買進一個8500點的一個多單 各位 你有在8500點這地方買進多單之後 那市場開始符合你的預期 他開始往上去拉抬了 當他已經拉抬90點的時候 你這時候到底要賣還是要繼續抱著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他萬一賣掉的時候 他又在這個地方 繼續往上噴了100點 那不是又是賣得太早了嗎 可是我在盤中 我帶領會員朋友 我是怎麼帶的 來 南哥看一次 是不是到了10點 413分的時候 到了10點413分22秒的時候 8月的台指 我們8500點到8500點02 8502點買進了多單 我們再把停利點 再把它往上射 往上射到多少 8556 是不是做一個壓迫性的防守 如果這一筆單 他從高點跌下來 只要跌破8556的話 各位那我們這一筆單 我們56點就把它落袋為安 各位 這個就是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樣去帶領會員朋友 當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一旦做對了 做對了 那你要把你的利潤往上去提升啊 你不要說 哇 做對了 那我3支點就趕快落袍了 那晚上又繼續漲了100點 那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嗎 所以在盤中的時候 隨時跟著我們的團隊 我們是緊盯的盤勢 當這個盤勢 剛開始進去絕對是冒險 絕對沒有人進去是100%的 風險先把它控制好 先把它控制好 我們可以接受的一個風險之後 當他回到成本以上 開始是不是停損改停利 好 那停損改停利之後 如果情況又對我們更有利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要 繼續把停利再往上去做一個提升 所以各位 當你在看安好老師的節目的時候 其實你每天在檢驗的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一個操作 去做一個對照 第一個 你對大盤的解讀 你有沒有非常明確 而且非常清楚的一個分析利潤基礎 當你對解讀完畢之後 各位 那在這個時間點 當我們發現 大盤在這個時間點 會有一波強烈的一個反彈的時候 那怎麼樣把你的利潤 在最短的時間 讓利潤去擴到最大 是不是用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 好 那金字塔的一個操作模式的時候 也不見得每一個人 他都習慣金字塔的操作模式 有些人他只是做一個短線的 做一個短線的一個操作模式 好 沒有關係 不管是金字塔也好 不管是短線的一個操作模式也好 都沒關係 重點是你要有一個點位的一個拿捏 你這一筆單一進場 就要讓自己站在對的一方 但你站在對的一方 各位 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還需要一通阿豪老師文字的簡訊 阿豪老師的一通文字簡訊 有什麼功用 帶你把你的風險控制住 那做對了呢 把你的利潤 漸漸漸漸的壓迫性的一個防守 把它擴到最大 直到這一筆單又打回來 回到我們的停力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 落袋為然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藉由今天的一種 這種的一個操作模式 各位 你不妨可以去做一個思考 跟你自己在盤中 看著這種盤式的一個起伏的一個 心情的一個起起落落的時候 到底用哪一種方式 會讓你自己更放心 更有自信的把這市場上的錢 把它抓到我們的口袋裡面 以上就是提出 這一點跟我們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來做一個交流 來做一個討論 好 各位 你說阿豪老師 那如果今天錯過了怎麼辦 今天8500點的這一筆多單 我們沒有進場 那錯過了怎麼辦 各位 明天才是重點 明天到底怎麼樣一開盤 就讓自己站在對的一方 來我們看看一次 今天是7月28號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明天的一個 操盤的策略就先規劃好了 那到底明天 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操作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等一下回來 趕快跟各位做詳細報告 還有數位機上的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擁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德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來 小E 跟她光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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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走 走 走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小E最乖的 跟她光過去 不要 不要 為什麼 老師說 一定要走斑馬線喔 直接穿越會很危險喔 公司肉 公司肉 走斑馬線 我們穿越馬路 要走斑馬線 打工七個人 我不要 我不要 到大都會國際傢俱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傢俱 一次跟我們買齊 大都會國際傢俱館 來 各位 當現在 大家還在這個金字塔底部附近的時候 這時候上車還有機會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切入的動作 來 看清楚 今天是7月28號 28號我們已經規劃好 不好意思 這應該是29號才對 來 29號我們有兩個買進的重點 第一個 買進多單 壓回到支撐點 買進多單 第二個 一樣是買進多單 而且以第二項策略較為安全 來 我們帶一下這邊的圖 各位 當你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你應該會感覺非常非常的興奮 因為你又有 有非常非常棒的機會去做個掌握了 來 各位 這個圖你在什麼時候有看過 我相信你的印象應該還非常的深刻 來 在7月17號 在7月17號當天 阿豪是不是畫了這樣子的一個切入圖 是不是在支高點你可以空 殺下來之後再反彈 你可以再加空 各位 這個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是你很惡玩叹息的是 你真正在7月20號 當阿豪老師幫你規劃好的時候 你就少了一個 阿豪老師盤中的一個簡訊 各位 7月20號在什麼地方空 8969這地方要去布空一筆 各位你知道從8969 這一波跌下來 一共跌了多少點嗎 超過500點 所以當你今天 你已經錯過了那500點 各位那已經沒有辦法去挽救了 你唯一能夠把握的是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看 我們再往前看的時候 如果在這個地方它是一個重要支撐 它會去做一個反彈的話 那到底要在支撐點 什麼樣的一個支撐點 你可以買進多單 等到它衝上去再壓回來 再做第二次測試的時候 再去做個加碼的一個多單 阿豪老師都已經幫你規劃好了 7月14號 7月17號的那個500點錯過了 沒有關係 那也追不回來了 你能夠把握的是 明天當它還在這個金字塔底部的時候 當它還在這個地方去打底 去醞釀的時候 兩個重要的進場的一個出手點位 怎麼去做一個把握 真的不會操作的 明天在開盤之前 你不會通電話進來 你把手續辦好 跟著阿豪老師一起來打拚 你馬上就會做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後 也有價稅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得投顧 既然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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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證照 既然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今天有討論 你那就覺得 自助既然是 Zw Zen 其餘長 偶爾 新闻快报 聂文公开赛的蒙古 在激烈厮杀下产生 让我们一探他获胜秘决 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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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海人 看似平静的海面